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大火熊熊燃烧 路边一辆白色轿车烧成一团火球 消防紧急射水灭火 但火事过于猛烈 整辆车持续起火燃烧 大火一时难以被扑灭 很像拍电影嘛 7日清晨4点25分 高雄市三明区发生一起火烧车意外 一辆白色轿车先在石泉二路口与哈尔滨路口发生擦窗意外 紧接着白车又失控冲撞路边店家梁柱 驾驶自行脱困 不久后整辆车就开始起火燃烧 警方到场原本以为是单纯车祸 但见到猛烈火势 紧急请求消防人员到场支援 大批消防人车迅速赶底 冰封二路布水线抢救 所幸火势很快被扑灭 民宅店家并没有造成延烧 警方初步调查 白色火烧车驾驶为女性 货车驾驶为男性 车货中方都没有酒驾 详细车货照是原因 交通队正接受调查中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